夏天容易出现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昨天傍晚一场大雷雨就让南部地区状况不断 不仅高雄市区发生了瞬间跳电 有人受困在高楼电梯里 在台南新化更出现下冰雹的奇景 南部地区16号的傍晚雷电交加 闪电在夜空中像是一把不规则的利刃划破了夜空 夏天旺盛的热气流造成了傍晚急昼的大雷雨 天气的急剧变化 在台南的新化也发生了冰雹的奇景 昏天烂地的景象来得快 一时之间叮叮咚咚的声音 刺起比落 原来是下起了直径一两公分大小的冰雹 幼稚圆的小朋友好好骑 看到有没有很兴奋 有 第一次看到吗 对 连老师们都觉得有趣和孩子们玩在一起 小朋友形容得很贴切 冰块雨啊 还有瞬间的大风 将一间废弃的珠舍屋顶给整个吹翻 连带围墙也跟着应声倒塌 吓坏了当地的民众 公园旁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了 看着居民是心惊胆战 还好没有人路过 只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雨 自乎比台风还要让民众印象深刻 民众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对 谢谢大家